我们要利用印章工具来制制一个泥针的影像 首先第一个,请你开一个新档案 这里宽度是750,高度是350 然后底色是白色,按确定 做好要请你选择百宝箱里面的填充 填充里面我们要选择的是建层这边 我要让它有一些颜色的感觉 那基本上它以G06这个颜色是最适合的 最适合的,我们就把它按住往里面拉 让它产生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后面要做所谓的夜晚的一个效果 所以必须要套这种蓝天的建层色 好,那以后呢,在这里我们要透过影像增长里面的印章 去全部这边找一个夜晚风景的东西 所以我们往下拉去找 这边会看到一个天际,有没有 好,那我希望把这些房子来copy到我的影像里面 那点它以后呢,干嘛 按住它进来,影像里面 然后这时候注意到它会变成印章 你要从左边往右边,从底部这样子刷过去 看你抓的那个习惯,懂我意思吗 嗯,就这样刷 它会跟你解释,就这样子一次点一下 你就慢慢去刷吧 看你要什么东西,就这样直接点 它是直接可以兜的,直接可以兜的 看你的高度,你希望要更高什么地方 它都可以这样乱点 好,这直接是让你刷的,让你刷的 那刷多少,看你自己 你自己去调整就对了 最好是把那个空间上面刷得比较 起来,会比较好看 好,这时候你要点挑选工具,然后在空标一直点一下 让它变成,跟底图连结在一起了 然后我们希望上面有一些烟火的效果 这时候我们一样到百宝箱这边 我们可以选择所谓的影像增强的这部分 创意光线 然后这边选择的是烟火 然后你可以挑你要什么烟火 把它拉过来就可以了 它就会自己把你偷给你看 那课本介绍的呢 我把它先复用 课本它希望你用的是影像15跟13这种 这种是比较小块的 一边放一种 看你 那你不一定说只有一个 有时候你可以干嘛多弄几个也没有关系 它会让它套进去给你看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存档档案 储存 你可以给它一个名字 一般来讲呢今天来讲 我们就给班级 你做号 姓名 这个档案 然后这个物件直接可以交过来就行了 交过来就行了 看你要存在桌面上或存在文件中都可以 直接交过来就可以了 交过来就可以了 好 好